非常感谢工作人员 他们总是提前能够进入到这个YY等候大家的光临 所以手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品德 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品德 那么能够听到我声音的请按888 好的 那么之前我们分享过很多大卫爱客的这个 揭秘世界真相的言论 那么从他的这个信息传播当中我们知道了 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了 当我们人类改变信仰系统的时候 那么只要这个信仰系统一改变 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激活我们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 当那些过去沉睡的神经元被激活以后 我们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了 直到我们打开头脑 抛弃所有的信仰 那我们就能够从那些被告知被编成的那些信仰 那些头脑的信仰当中啊 进入全知与意识 我们就可以打开新的觉知领域 那么就会有新的理解和认知 超越之前可以达到的所有的极限 真的是活在一个太狭窄的空间里了 之前那都是我们的头脑或者是受这个僵化信仰的限制啊 阻断了我们神经元网络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解读了为什么活得很受限 那么现在很多人每天都在看一些觉醒信息啊 一些这个有关的各方面的消息 几乎被这个各方面来的这个信息都淹没了 很多人每天都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么这些消息更新呢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我们也已经开始为转变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我相信今天能够在线上来听歪歪的 在灵魂的某个层面 其实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 那么在转变发生之前呢 在真正的智的变化发生之前呢 是时候在灵性和人格上要得到尽快的成长了 因为真的到时候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受啊 就是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啊 就觉得哎呀 我要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应该如何前行 我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 真的是这样 我们必须对自己百分百的负责任 因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我们必须在灵性和人格上要尽快的去成长 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直 我们生生世世 在积极参与的一个最高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要尽快的参与到真正的人类进化的大洪流当中去 那么在现在很多这个人越来越觉醒了 在这个灵性觉醒的当下呢 似乎很多人都知道一些有关这个宇宙的奥秘 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不断的开始扩展 开始延伸 大家知道很多人从这个宗教领域啊 接触到了灵修 那最后呢 逐渐的接触到了这个地球的真相 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啊 人类自身的困扰 它到底来自于哪里 因为之前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在铲除这个海平面之上的那块冰川 而海平面之下的那块呢 我们始终没有去真正的去面对它 不是我们不敢面对 我觉得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我们不敢面对 而是我们根本不知晓我们的困扰到底来自于哪里 为什么大家都活在那个忙忙忙的那个迷茫的生活状态当中 为什么一代一代的轮回 这个轮回不仅仅说死后再投生或者怎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一个家庭成立了 然后生了孩子了 那么这个复制品呢 它其实就复制了我们祖辈的一个生活方式 而且人们很多时候啊 都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忆当中 尤其是老年人 这不就是轮回吗 无尽的轮回啊 那么有多少人愿意真的喜欢 在这种状态下继续的存在下去呢 我相信真的有一定觉知的人 都会拒绝这种生活方式 真的 难道我们生而为人 就是体验一个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我想说的是 No 绝不是这样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 也开始理解人类资深的困扰到底来自哪里了 它不是来自于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我们会要去处理 先我们讲一下有困扰于哪些啊 父母的这个年纪大了啊 需要养老 那么我们要解决我们的这个工作问题啊 有生存问题 有了孩子要解决他们的上学的问题 读书的问题啊 成长的问题 家家如此呀 家家如此 那么这些困扰到底来自于哪里 很多时候 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 他认为已经是很自然的 而事实上呢 当我们得知了越来越多的地球真相的时候啊 我们会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那个无形的手 都来自于那个不可见光领域的那个 那个控制系统 那我相信在线的除了我之外 17位同学都是有这种感觉的 要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进到这个歪歪来 听到此时此刻的分享 一定和今天的主题 有共振 有共鸣 那就是我们不能仅仅是 光知道表面上的一些事情啊 不能仅看表面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由来 源于哪里的时候啊 我们要去 努力的去化解它 这个努力不是抗拒 不是要那个 劲儿不要太大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 也开始投入到了揭露地球真相的行动当中了 现在就已经是有史以来啊 真的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觉醒时期啊 人类呢 可以说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正在一匹匹的觉醒起来 并崛起 你像这个 克里古德呀 克布拉呀 萨拉博士啊 大卫爱克啊 威尔克克啊 等等啊 这些先驱者 这些先锋啊 为我们已经扫清了很多认知障碍 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的资讯了 而且我们中国人很多的华人啊 要把他们这些资讯呢 转译成了中文 否则我也不可能得知这些真相 所以真的非常尊敬他们 由衷的感谢他们能够把他们翻译成中文 因为中国人英文确实是不好啊 我的英文也不OK 学了20年 甚至30年也没有学会 为什么 教育制度就是错误的 他明明要三个月就能学会的东西 他让你30年都学不会 我的女儿曾经三天时间 完成了一个学期的数学 她说妈妈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 因为只有45分钟 45分钟 把这个教育的这个时间啊 学习的时间 割裂为很狭窄的那个 那个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啊 你的神经链 你的这个神经元的链接是无法建立的 所以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很笨的呢 为什么说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我们考研究生啊 或者说进入一项研究的时候啊 做一项研究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专注呢 什么叫专注啊 45分钟叫专注吗 要N个45分钟连续做一件事情 我们才可能称之为专注啊 45分钟 当当当 OK 休息10分钟 然后脑子就想别的事去了 当当当 10分钟以后又上第二个课 现在是语文 这一会儿是画画 一会儿又变成物理 一会儿变成数学 我们始终在那个大脑里的在奔波呀 无法建立真正的神经元的链接 所以人怎么可能聪明呢 这是生理的问题 生理结构的问题 正是因为人家知晓了这个秘密 所以我们被操纵了 所以我就跟孩子说 我说学校你就是玩的 你就是去玩 你千万不要拿那个课堂去当 你学习心知识的一个场所 而只是一个复习的场所 提前就要把所有的功课全部学完 你自己花时间集中了逐个的突破 因为我天天给他讲觉醒知识 他已经知道了 而且他知道不给自个儿编程 我说你就是之前把你一门 咱们就是花一年时间学人家三年的课 一个月学人家几年的课 咱们所有科目都这样学 全部专注力 我根本 我从来不给他规定什么 他不想学就不学 想学的学 自个儿三天啊 三个四天时间学了人家多长时间 学了人家五个礼拜的编程课 编程课 现在很多培训课也是这样的 一个礼拜一节课 一节课四十分钟 然后你回家就干别的去了 偶尔拿出来学习一下 根本没必要 我说我们不跟班 我们就拿过去的课程给我们看回放 有问题直接找老师 OK自己学 三天不到四天时间 学了人家五个礼拜的课 就是五节课嘛 多简单呢 其实如果你愿意的 还可以学的更快 包括我们学画画 孩子喜欢 现在喜欢画 那个水很画 千里画 我也没有教他 因为之前我也没有 给他报这个美术科啊 我参加过很多的那个 就是这个美术培训班啊 我要试听 一听不行 太僵化了 太可怕了 你看那些 所有那些成名成家的那些 已经逝世的那些大艺术家们啊 他们有几个是真正学来的 都是自创 都是接触到某些生命的真相 和生命的部分 发生了共振之后 然后由心而发 全是率心而为的作品 你天天去学那个东西 我就让孩子自己画 我说这个东西 你学到一定的基本程度 知道原料你自个儿会使用了 你就自己去创作 他妈妈我知道 我就学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我去创作 我去设计 他知道 包括这个 昨天我们出去玩 我们去个古镇 然后古镇里面又打 那个过去我们小时候 那种爆米花 那种特别有意思 看了以后我就 我就走不动了 我一直等着他 再打一炮 让我孩子 我孩子没见过 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 都被灌出什么呢 就是吃着玩意会上火呀 会上火 我就跟孩子说 我就跟孩子说 你少吃点会上火的 妈妈我不给我自个儿编这个词 我不会上火的 他特别会用编成这个词 他说我不会的 果然人家吃的比我多呀 但是人家没上火 我呢吃完以后嗓子肿了 加上又感冒了 挺难受的一天 所以从小告诉大家 告诉孩子 如果你知道了什么叫编程 不要以为孩子听不懂 从小就告诉他 让他看透明白 看明白这个世界 各个角度 各个人啊 人类是如何在编程思想下 这些进行所思所想所为的 我们家孩子十几岁 不到13岁 然后让他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 教他去看 不要以为他听不懂 当他明白了 他就会自觉的知道 哦 这是在编程了 那我不应该去编程 我可以不编程 等等等 包括吃樱桃 说是樱桃吃多了也会上火 康康康今天吃了一斤多 然后我说小心上火 他说妈妈 我没有这个编程 真的是这样子 包括什么寒从 就是中医里面的寒从脚下起啊 其实也不 并非这样 我去过印度 我记得到印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啊 深秋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深夜了 然后我们当时那晚上住的是印度就是瑞士凯什 就著名的灵性那个那个那个圣地啊 恒河旁边的 瑞士凯什 他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全世界特别有名的一个一个灵性场所 我忘记叫什么了 地面是大理石地面的很多年的古老建筑 然后进去呢是需要穿这个不允许穿鞋的得穿袜子 然后对无知者无畏真的是有道理的 没有编程 然后呃我当时咯噔一下天哪寒从脚下起啊 我本来衣服就穿少怎么办呢 一着凉还没还没开玩就着凉了 我就马上给自己啊 不会不会不会 结果后来发现印度人啊 一年四季啊都是不穿袜子光着脚趾到处走 后来跟我们带队的老师就沟通这事嘛 他说哪有什么寒从脚下起啊 那都是念 用那个丁余仁老师的话叫念念头的念 你自己给你自己设定在那个念头里了 其实就是编程啊 那都是你的一个念而已 所以当我们自己 就是时刻中医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编程 真的特别多很多的 中医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华民营的贵宝啊 但是依然里面有很多的编程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有人吃这个药行 有人吃那个药就不行了 不仅仅是跟体质有关啊 包括你再好的药 如果说他认为这个药无法治愈他 他也没有办法治好他 他本来可能对别人有效的 其实那个念啊 那个观念那个编程太重要了 所以我我说了一大一大堆这样的话 想表达什么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从小让孩子告他 你教他 你让他看到 告诉他我们要有个好的生理基础 要我们神经元要有个健康的发展 做任何事情呢 不能是把它分成小块小块小块的时间去做 就是如果你去做的话 你可以几小时甚至几天 在一个大的时间方面 七天半个月 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内 你去完成一件事情 都是OK的 不要担心他 哎呀你这个这个这个长很长时间 你没有去接着他就怎样了 我我前两年寒暑假 我都没有规范孩子 他沉迷于这个就是做手工 然后传传到抖音 我几次想阻止他 我也阻止过几次 但是我我真的我控制住了我自己 后来他做出了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他把这个作品传到这个抖音上 他也有很大的满足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说你一直在创造 我要不断的鼓励孩子 我不能告诉他你是在 当然当然我也会告诉他 不可以就是这个 呃这叫什么 玩物丧志 他也懂 所以他及时就刹刹车 他会告诉他自己 哎这个东西我玩够了 OK我可以换了 所以从小让孩子知道什么叫编程 不要就是说把时间 学习时间割裂成很小的一块 几十分钟几十分钟 那是无效的 对于我们的大脑 这个我们要扬生的 我们要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 保持让我们保持内在智慧的 这个载积这个身体啊 如何更好的这个成长 我们是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生理基础的 所以要把这个原理 这个生理的这个原理啊 讲给孩子听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自己作为大人要懂 而且能够讲明白 如果你听了 你仅仅停留在知道而已 你要不断的去传播他 去义务的去传播他 当你给越来越多的人 讲述这个原理的时候 你讲多了 自个儿也就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才会愿意去做他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不能只是光知道 我们还要去勇于的去表达 向家人传播 向朋友传播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嫌累啊 我就是在不断的分享当中 来巩固了我所学的知识 在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又深化了 我又更进一步的 加深了对我所要传播的这个 资讯的一个理解 我发现在这个十几天的传播当中啊 我又得到了很大的飞跃 所以谁最受益啊 讲的人最受益了 对 扬生势在必行 扬生势在必行 我们是要有 一定要有一个捷径的身体和意识基础的 我们的生理我们的生理基础 我们一定要有个好的神经元 所以 要改变我们的这个信仰系统 打破旧的信念系统 打破了这个旧的编程 当你知晓它 你才有力量去改变它 你知都不知道 你只是看这个 这个海平面上的冰蝉 你去解决那些问题 地底下你不知道它缘由在哪里 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无尽的轮回里 我们的模式会不断的 重复以前的模式呢 因为我们并没有深入到里面 并没有真正知道这个 发生的这个缘由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说 改变信念系统 破除旧有的限制系统 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激活我们大脑那些 被已经千百世来禁锢了的 那个神经元 我们的神经元细胞 我们是有集体意识记忆的 激活它 我们只有主动的去破除 那个旧的信念系统 我们才可能去激活它 为什么要去做冥想呢 做冥想就是说 在更高的维度 高维度上去激活它 我们提醒高维度的文明 来协助我们 去激活我们那些 沉睡的 过去受限的神经元 就是说要破除旧的信念系统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理基础 没有生理基础是不行的 我们也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 这个地球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了解到了 正在有一件非常殊胜的奇迹 正在悄悄的发生 看了这个科布拉 这个信息的人都知道 很多的资讯 那个在网络上 在任何的传播轨道上 是不被传播的 都是被秘密的在进行当中 今天我在微信里看到一条链接 也是这个腾讯传播的一个六分多钟的 太阳旁边发生 发现了那个很多很多的这个 巨型UFO 就是普通老百姓拍到的 那明显就不是做出来 就是拍到的 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很安 就是整个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变化 很多每时每刻呀 这个事情正在往前推进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他一定会改变千万年来 这个充满痛苦的这个地表世界 这个爱和光啊 一直在撒泊 他永远都不会熄灭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 我们也非常的庆幸自己啊 是人群当中啊 比较醒来的一批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 每一位都是 在这个七十亿人口里面 我们是属于塔尖上的人 都是属于比较醒来的一批 真的很幸运 因为当我们觉醒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有力量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就有那个深刻的认识 去破除我们这个旧的信念系统 去瓦解那个 那个编程 瓦解编程也就意味着我们 在启动激活我们的神经元 激活我们的内在的光 光的编码 激活我们这个 被锁住的DNA的那些信息 所以其实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啊 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 所知 所知道的东西 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都能够醒来 我们也都希望 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生命 不仅仅是人类 都能够活在美好的新地球 很多人知道 有一个事件即将发生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会所有人都 出其不意的 这个情形下会到来 会给我们每一个地球人 一个巨大的礼物 是一个一份惊喜 那么这份惊喜 不仅仅是给人类的 是给整个地球的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到来 那么当我们想 让他尽快的到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力量 我们要有信心 去让更多的人 去到 去知道这些真相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也只是知道事件而已 他不知道怎样去 为显化事件而努力 仅仅停留在了这个什么 头脑的风暴中 而看不到事件的内在意义 想一想 事件的内在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多问自己几次 可以天天问 生活在新地球 没有编程的新地球 对于在座的每一位 对于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的内在含义 到底有哪些 我们要不断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仅仅是停留在那些资讯当中 那仅仅是知道而已 那也不过是转发信息而已 转发信息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大家都停止转发信息的话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觉醒 但是在知晓信息之后的第二步 更重要的第二步就是如何行动 包括这个克里古德呀 科布拉呀 大卫艾克等等等等 在内的许多的先行者 这些先锋们 他们始终啊 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 要进入我们的内在 这才是让事件发生的 最最重要的因素 要进入每个人 都要进入自己的内在 这就是向内求 不仅要不断的传播资讯 更重要的比传播资讯 更为重要的就是 每个人都要活出来 怎样才能活出来 那就是收回所有对外的投射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只有这样走 我们才可能活明白 如果说仅仅是向外伸手 或者说不断的在转播资讯 把这种焦虑投射给了 在转发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很焦虑 你担心事件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希望更多人知道 其实想一想 你在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 那下面的那个底 就是那个海平面底下的 你那个情绪是什么 是焦虑是担心 担心没有更多的人醒来 而无法促成事件的发生 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忧 如果有这样的担忧的话 那就是在一个低频的状态下 那是对整个事件的推动 它这个是整个的力量是微弱的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转播真相也好 等等一切啊 就是类似的事件以后 你一定要看到自己 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是焦虑在运作 还是充满激情的 正向的 积极的 昂扬的姿态 在运作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进入的内在 进入到自己的 很深的意识里面 去调整自己的内在 把所有的投射都收回来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革命啊 这是一场意识上的革命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觉察到自己是无限的意识的 认识到自己的内在的力量的话 并且学会去运用意识 那么整个系统 整个控制我们的系统 它就会崩溃 我们要学会运用意识 认识到自己的内在力量 昨天我在分享中提到 我和一个斗甲啊 几株斗甲沟通 小小的斗甲还没有我的小手指出 细细的 当我抚摸它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 我抚摸到了 我感知到了 那蓬勃的生命力 我突然发现 我的生命的力量 竟然和这个斗甲相比 我没有它的 我的我的这种 这种这种感知啊 竟然没有 我感知到我自己 我怎么还不如一个斗甲呢 我自己的一个 不到一米六啊 一米六的身躯 我还不如一个小小的斗甲 就是我感受到了 它的内在的那股 无所畏惧 不在乎所有的外在环境下 就是向整个世界啊 绽放出来的那股内在的力量 所以说 科布拉一直在说 一定要和自然去沟通 走进大自然 走进大自然 我们要仔仔细细的 要静下心来 去和大树 去和小草 去和大山 去和江河湖海 去沟通 去认真的体验 他们都在诉说什么 感受一下他们的力量 因为他们都在 如其所示的存在着 而我们因为受了很多的编程 我们被锁住了 我们的觉知被锁住了 所以 跟动物去学 去跟植物学 去跟我们周围的那些 不会说话的 不会说人话的那些生命去学习 这就是一场意识革命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觉察到自己是无限的意识 不仅你是觉察 而且运用我们自己是无限的意识 这个我们与生俱来的 这个权力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力量 去创造那个美好的未来 那就是当下 我们的头脑也不过是意识的一个局限和扭曲的表达而已 这个在之前的分享里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在意识给意识啊 披上了一个局限的外衣 穿上了一个囚笼 他是被扭曲了 那么克里古德也说过啊 想要地球发生转变呢 要回归内在 要提升我们的灵性 寻求意识的扩展 极为重要 寻求意识的扩展 不是说我们要去上很多的课程 上课程很多 在很多层面上来讲啊 很多人还是外球 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去上课 我还是支持上很多课程的 那我也上过课程 我不能说我因为上了课 我觉得他不是很OK 我就我就抵触所有的课程 不是这个概念啊 灵性科很有意义 但是如果 我们把寻求内在力量都交给了课程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可以不上所有的课程 你只要告诉自己 我愿意向内球的时候 那么一切 符合你最高力的人事物 他都会来到我们身边 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所以 回归内在 提升灵性 向内球我们的意识的扩展 才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当那天到来的时候啊 我们才能够和更高的宇宙能量 怎样啊 相匹配 这句话特别重要 就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和更高的宇宙能量相匹配 否则仅仅停留在转转发资讯啊 阅读资讯啊 不像内球啊 依然还活在过去的模式里啊 懒得去去行动啊 去真正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包括对人事物的态度啊 如果不去改变的话 我们是无法与那个正在转变的高的宇宙的频率和能量相匹配的 只有和能量相匹配我们才可能扬升到更高的维度 这一点没有人是例外的 那么科伯拉在这个匈牙利的扬升会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啊 现在不是去等待银河联盟行动正在发生的这个消息更新 他说我们不要天天等消息啊 我之前也有段时间我天天都会看 还有什么消息啊更新了 真正很重大的消息是不被披露的 我们要为转变做好准备 我们不断的说 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我会问自己 你在做准备吗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为此做了什么 在转变发生之前 是时候在灵性和人格上尽快的成长了 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在积极参与的什么 最高的目标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我们都已经在灵性和人格上走上了快速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光知道啊 仅仅知道地球转变过程中的信息 每天只向外球等待各种信息的更新 看到跟自己期望的 符合的就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没有什么更新的话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这么慢呢 等等等等 之前我也跟一个朋友沟通啊 我说你有没有用无福的牙膏啊 你为什么没有买呀 为什么你这个那个呀 问他为什么没有 他我年纪大了 无所谓了 希望更多的人醒来吧 我就用这个了 没关系了 其实这 这还是不是足够的觉醒啊 其实没多少钱 一个牙膏 一二十块钱 一月花一二十块钱 一只牙膏难道不值得吗 花得起啊 一包烟钱 一根冰棍的钱 两根冰棍的钱 绝对是OK的 而且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你的唾液分泌越来越少 你口腔的这个煤分泌少了 那么对你吃到胃里的食物的 消化的各方面的辅助作用就会少 就会小 你各种病也就容易得 所以我们真正的转变啊 不仅仅是意识上的转变 还有在生活方式上 一点点滴滴的都要去发生转变 这就是行动 这就是活在当下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知道了 这个信息了 我们七老八十了 然后我们生活状态就不改了 是啊 等事件到来以后 你的身体垃圾那么多 你的没有一个好的物理 物理的一个身体 一个生理基础 你的能量与此不匹配 也是不OK的 所谓的小我 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就是一个幻觉 我们是永恒的存在 是无限的意识 我们不断的说 就是因为这个地球的频率 被操控和扭曲 才使得我们产生一个什么 小我 也就是所谓的自我 将我们的身体和头脑认同为 我们这个我 打引号的我啊 因而看不到高我和宇宙真相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意识啊 被操控了 被扭曲了 因为整个地球的频率 伙计们 地球的频率被操控和扭曲了 科布拉也曾经说过啊 根本没有什么小我 它是执政官的产物 是控制集团编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提升 提升我们的这个 灵性的一个过程啊 也就是逐渐超越 那个所谓的小我的那个过程 直到这个所谓的小我消融 我们就可以达到开悟的境界 也可以回到合一的意识 回归到无限的意识 而实际上呢 很多人在追求开悟 我们之前的分享也提到了 我们可以啊 我们可以这个不经由开悟 依然可以活明白啊 现在线上有朋友说 有的人说可以换器官换身体 事件后不是可以躺光仓吗 没有错 但是你想想看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七十亿人口你轮得过来吗 你不如就是平常这个 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让那些老弱病残去躺光仓 我们有个好的身体的人 把这更多的机会 给到那些更多的老弱病残 岂不是更好吗 这个世界有太多人需要这个 这个高科技了 七十亿人口啊 绝大多数人口啊 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有亚健康 你如果真的去去躺光仓 一个人我想我相信不是一秒钟就解决问题的 你从进那个屋子躺下去 然后再出来 你排队二次小时 你想想看七十亿人口 甭说七十亿十亿人口 然后要准备多少个光仓 想一想看啊 光仓是不是需要成本啊 事件之后金钱还不是马上消失的 它有个过程啊 装光仓需要成本吧 全世界个体不可能 不可能像以后春笋般的 出来很多的这个 会给你换身体的光仓的呀 不是那么快的 那也许光仓还没躺 就over了呢 是不是 所以这还是寄希望外在的东西啊 那除非那个躺坐在轮椅上的 实在不行的 肯定是先让他们先躺啊 所以我们这些身体相对强壮的 就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吧 让那些即将 即将这个身体很不好的人去躺 我们这个还能够维持的 就往后靠吧 我们也不需要去换身体 所以需要换身体 需要有就是很多疾病 需要去去治疗的人太多太多了 那是需要过程的 所以不要期望去躺光仓 还是期望就是在现在吧 你因为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十天二天的 你只要改变自己的饮食 你就可以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提升 那何苦要等事件来呢 那今年要不来怎么办呢 明年要不来怎么办呢 谁知道啊 who knows 那何不现在就活在当下 一个月以后 两个月以后 甚至三个月以后 我们就活在那个高次元的 高频率的这个 这个身体和意识当中呢 那岂不是更好吗 谁能确保两个月以后 事件就发生呢 所以不要去去设想去预设 事件什么时候发生 去想一想啊 我此刻能做什么 能够促进它的发生 我怎样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我怎样在宇宙的能量到达 那个高的能量到达地球的时候 我能够全然的和它相容 我能够和它共振 我能够和它匹配 那尽量活得长久 是啊 虽然在这个举阵中啊 要达到合一的意识难度很大 为什么难度大呢 我们都知道 小我太多了 那个那天我看到有关的光之岛 科布拉的有关光之岛的 这个建立的一个资讯 他说建立光之岛啊 这个里面以后 大家灵魂加佐能在生活在一起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嫉妒 是嫉妒 而不是其他的 嫉妒能量很低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 真的是要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 所以伙计们 不是说事件来了 所有事情就over了 就百分百的OK了 我认为这是 它是人类进化要避 避经之路啊 要走的过程啊 我们可以飞跃 没有错 但是有些事情 是无法避免的 是必须要去做的 我们必须要去体验的 你到不了那个频率 到不了那个层次 到不了那个能量 你无法和能量相匹配 你就达不到那个意识境界 这是宇宙的法则 这是规律 所以所谓的小我呀 那些东西啊 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 那个小我的那个存在感 没有必要 所以提升我们的灵性啊 超越那些过去的那些 限制性的系统 以更高的频率去共振 才是我们的 要实现的目标 一个人提升了 也就意味着整体的提升 有人会问 我提升了 怎么就意味着整体提升呢 从全息理论来讲 它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为什么每个人的觉醒 每个人的提升特别重要呢 当我们焦虑于 我们焦虑于其他人 没有那个提升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在拉低能量 我们只要关注好自己 我们就能够提升 整体的能量 我们的头脑 为了这个适应 这个生存机制 发展出了那个所谓的小我 那是一个很虚假的 一个人格 我们脑袋里的那个声音啊 那个老的模式 旧的模式 就是不断的在捍卫自己的 那个小思小利 头脑它本来就是一台计算机呀 我们需要的时候 拿出来用一下 结果成了什么 我们成了被头脑指挥的一个东西 我们头脑是很善于制造这个对立的 特别善于制造这个二元 二元这个对立 特别善于建立一个 我对 你是错的 我是对的 你没我高 等等等等的一个幻觉 他甚至会把这个 不同意自己一间的妖魔化 你不行 你没有 你没觉醒 等等等等 没有必要去这样想 我们只是说去传达真相 因为我们的内在每个人都是知晓真理的 我们每个人的智慧啊都是具足的 一百个人只有十个人提升 就会被九十个人拉亮 是什么意思 一百个人只有十个人很好啊 过去是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人 现在呢 有十个人了 我为此感到很振奋 这么去想 你想要一个事情啊 证明自己是对的 世界 还是想要一个幸福快乐的世界呢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原来上那个教练技术课的时候 他就想证明他是对的 你永远在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很多人就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是对的 维护他那个虚伪的那个 那个面子 那个可怜的那个面子 那你到底是要对 还是要幸福快乐呢 其实当我们真正保持在冷静的状态下 我们都是想要幸福快乐的 但事实上呢 绝大多数人啊 往往是处于第一种状态 那就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被关在头脑里的监狱里 已经长达数万年了 但是庆幸的是 现在我们知道了突破的障碍在哪里 那么为什么不花一点功夫去移除它呢 事件为什么迟迟没有发生 科布拉说因为最危险的 电磕和炸弹没有拆除完毕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地球上的人啊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从1995年到2000年 从2000年又推到了2012年 直到2018年 然后又到现在的2019年 事情一再一再的往后推 等等等等 因为地球人的意识水平啊 太低了 因为如果一下子来到的话 大家很难承受更高的能量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有些这个频率很高的 这个课程有些人 他没办法进去呢 他无法和他共振啊 就像有些开课的人啊 他或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就是去不了 就是被卡住了 他没法和那个课程 这个就像开课的老师也会说嘛 他没有这个和课程共振 那也是一样的 到了真的事件到来的时候啊 我们的频率不够高的话 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生理技术 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物理的身体 一个好的这个意识的话 照高意识之下 我们是也无法和这个地球的新的那个能量相匹配的 那么那些对外援助我们的这个力量啊 他们不断在低旧 我们就高不成低不旧的那个低旧啊 他们需要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灵性来配合他们 所以到我们的意识水平达不到时啊 即使太阳闪眼到达了地球 一个人如果能量太低的话 他根本就承受不了高的能量的 这就好像是电厂的高压电 直接进入了我们的家用电器 想想看高压电进入高压电器 进入我们的家用电器啊 会产生什么后果 科布拉也在这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扬声会当中说啊 他抵抗运动的任务呢 就是移除顶垮克炸弹 同时他们需要这个星球上的核心团体是可靠的 而不是相互内斗 要理解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意味着什么 当实际行动发生的时候啊 我们必须能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没有一定数量的人群保持觉知 地球的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科布拉说的这句话特别重要 那就是没有一定数量的人保持觉知的话 地球的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世界它只是大转变的一个开始 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我们都能够体认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而走上 而自愿走上那个扬生之路 而不是继续困在这个物理的肉体当中 等待着解决和改善种种物质层面的困境 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而走上那条扬生之路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事件信息 也不知道科布拉 也没有看过克里古德大维埃克的信息 但是他们在平时处处与人为善 时时觉察自己 也敢于进入自己的内心 也带着慈悲和善意的眼睛 去看周围的众生 他们一心一意的做好身边的小事情 那么当闪眼到来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比那些知道事件 但是内心却焦虑 把恐惧的人更能够安然度过 甚至当地球处于混乱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内站出来 帮助和抚慰他人 所以是否知晓事件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实时觉察自己 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以自己的本来面目 去和这个周围的人进行互动 我们要有深刻的自我认知 还有深度的内在修行 深度的内在修行太重要了 而且自我的认知也要非常的深刻 只有这样 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我们才能够深深的了解 才能够度化自己 慈悲自己和自己和解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理解和接纳他人 宽容他人 我们才能够和过去的那些 一直不敢 或者说不愿意放下的一切的人和事 握手言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头脑 他感兴趣的是什么 灾难啊 操控啊 恐怖预言啊 还有一些不真实的这个历史真相 他并没有关注自身内在的灵性发展 就静下来 才可以听 倾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 只有静下来 别无他法 揭露 他不仅仅是为了看到外在的黑暗真相 揭露是什么 他只是一个手段 绝不是目的 很多人把揭露当成了一个目的 他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学会爱自己 爱他人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茶壶灌满了水 才水才可以倒给外面的茶杯 也只有我们自己充满了爱 才能够影响他人去圆满自己的生命 如果自己不圆满不和谐 去要求他人 我们是很难达到那个和谐的那个境界的 所以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处于恐惧和愤怒之中 如果有足够的爱的频率的话 那么地球在这个大转变啊 就会很平稳 很顺利 也会很迅速 是的 就像汇丰说的啊 我们要持续的去做 我们要明白内在的原因 明白这个外在的这个真相 才会有动力 很多人各种课程去讲这个讲那个 他没有告诉你根本的原因 三维世界 不要去讲空 空是我们的内在 其实是终极目标 但是三维要讲 你也得讲三维的东西 就像你每天要吃东西 要喝水啊 你别说世界是空的 你啥也不用想这那的 那没有意思 你是这么想了 你开悟了 还能不能在水深火热当中呢 所以三维世界 就讲三维世界的 你可以在空性上去理解这个世界 去了知这个世界 但是三维世界的体验 你无法避免 要不然你也不可能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是有爱的 我们要通过灵性提升啊 通过修行把我们的爱的能量 更多释放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我们爱就在自己这里 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拿出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们只能拿出我们有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拿出我们没有的东西 即便是有植入物的干扰 即便是有各种难以处理的物质层面的困境 如果我们真的下决心去改观这个充满痛苦和磨难的地球生活的话 请注意这里是真的要下决心 那么全宇宙都会来支持你 帮助你 即使是有植入物的干扰 即使是有各种很难处理的物质层面的困境 如果我们真的下决心改观的话 那么世界就会真的发生变化 所以真的向内看 我们不能仅仅是光知道而已 真的要收回那个投射 从我们的衣食住行 从我们和所有人事物的互动当中 去给予我们的爱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或者说我不知道啊 没关系 先去感知他们 感知那些 如果和人很难交往的话 先去感知大自然 去拥抱大树 去抚摸花朵 去闻花的花香 去感知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 去读懂一草一木 在传达的宇宙的法则 这是一条捷径 这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因为我体验到了 我感受到了 我发现很有用 这是一个捷径 真的我无法忘怀我和豆霞的 那个小小豆霞的沟通啊 你去跟那个 还没有就是被采摘下来的 就是还没有离开土地的那些植物沟通 他们还活着的那些活的植物 如果被已经砍下来的话 那些生命力已经被人为的截断了 去和那些依然有生命力的植物去沟通 去感受他们蓬勃的生命力量 去感知他们的内在智慧 因为他们有的 你也都有 去感知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 然后和他进行沟通和交流 去活出那个 就像植物一样 去活出那个 不受任何外在环境干扰的那个 本性 那个无所畏惧的本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已经是8点07分了 感恩大家的收听 所以还是那句话 回到内在 去这个 从我们的衣食柱形入手 不仅仅是传播真相 在传播的当下呢 我们去好好的活明白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而且呢 我们要 把更多的资讯 你要张嘴 不仅仅是发个链接转发就OK了 你这个 去张嘴 去跟人传播 就像我这样讲一样 你越讲越明白 最终受益的是你自己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成长速度会特别的快 所以 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 我们不能仅仅是光知道 要真的行动起来 从我做起 从身边的人事物做起 去和大自然沟通 去和那些 生命蓬勃的事物去沟通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